我特別注意要定義名稱 很簡單 選範圍 然後在左上角Enter就可以了 Conif篩選 如果說要把這四個動作怎麼樣 把它變成按鈕 只要按下去之後自動完成的話 因為每天都要做 那你起不是每天都要再做一次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按一下這個按鈕 自動幫我把剛當初的事情 從全部再來一遍 然後把最後完成的東西 就幫我把它貼到這邊來 OK 然後清除的話很簡單 清除就這個範圍清掉就好了 有沒有Range來清除可能會更快一些些 那這個地方該如何做 首先當然如果你實在沒有比較好的方式的話 其實你乾脆就用錄製聚集的 有沒有 就是把你剛剛的動作全部錄下來 可是錄製聚集有個缺點就是說 你那個步驟 要注意到它是跨工作表 所以切換有沒有 你現在 假如說你要從這個工作表切到這個工作表 你一定要有切的動作 OK 你要切過來之後的話 然後 要彩排過 然後再開始做 所以基本上的話 第一個一定要先把這個資料 這個部分篩選先取消掉 這個公式不用刪掉 游標 可能先不要放這裡 要放這個外面 為什麼 因為你要點的動作 它要錄進去 所以我們來做一遍給各位看 如果你用錄製聚集 前面有講過 當然如果你 這跨工作表難度太高了 所以我們也許先用錄製聚集來完成 當然 如果你要用VBA來寫可以 只要在跨工作表前面加什麼 迅持物件上個禮拜講的東西 就OK的 做法上面的話 基本上 一 我游標先切過來 所以這兩按鈕在這邊 所以記得從這邊開始 查詢結果 一先點這邊一下 二的話再點這邊 輸入公式 公式不用刪掉 直接打過就可以 錄進去 然後快速點兩下 再把游標放在B1 做什麼呢 做篩選 所以在資料裡面的篩選 然後把什麼呢 把1的部分留下來 按確定 然後再來的話 游標放在A2 Ctrl-shift向下 Ctrl-C 有沒有 然後再切到查詢的結果 的A1 把它Ctrl-V貼上 這樣就完成錄製聚集 但特別是那個動作 尤其是你要點的那個部分 不要就是已經放上去 就沒有那 那他錄不到那一行 所以你一定要移到旁邊去 OK 所以我們來直接來做一遍 給各位看 所以彩排過了 然後錄製 名稱的話也許就是什麼 黑名單篩選 所以我們就黑名單篩選 然後按確定之後就開始了 所以就不能N區了 所以確定 1 蓋過去 1優標放這邊 2 切過來 2的話優標再放B2 所以好像這個剛剛沒有恢復 所以N區的重來 應該把這個恢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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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一下 這個可以把它恢復 不要篩選 然後再來一次 所以有時候NG的話沒關係 你就再重來一下 A名單篩選 1優標放這邊 2的話再把它點一下 打個勾 向下填滿 然後優標再放上面 資料的篩選 留下1的部分 然後再把411的黑名單 優標放A2 Ctrl-shift向下 Ctrl-C 然後直接怎麼樣 貼到查詢結果的A1 所以點一下這個 它會錄進去 Range A1.slate 然後把它貼上就可以 其實原來有資料也沒關係 因為它不影響那個 錄製的結果 好 這樣已經錄製成功了 開發人員停止錄製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錄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篩選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它會多一些註解 這個把它刪掉 所以基本上 我是建議 你可以自己在這邊加註解 後面名稱自己打 所以它有沒有 假如說你要參考的話 誒 程式都很精簡 第一個步驟是郵標放在 所以這邊第一個郵標 郵標切到查詢名單 有沒有 續次 點slate 就切過去的意思 第二個的話 就什麼 第二個就是 我把郵標放在 那個工作表裡面的 什麼呢 B2儲存格 所以它錄出來的程式是什麼 Range B2 點slate 意思就是郵標放在上面 然後再來這一行是把公式輸入 輸入完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有沒有 填滿到這個範圍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地方就是 第三 第三的話 郵標放在 B1 這個是篩選 有沒有 篩選的話 實際上就是Auto Filter Auto Filter 就是篩選 篩選的 藍 就是第二藍 條件 Criteria 這個是E 數字的E 不是L Criteria 是條件 所以它可以有第一個條件 也可以有第二個條件 OK 不過我們這邊 找什麼呢 找E的 幫我留下來 所以這一行 基本上就篩選 OK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把 游標放A2 向下選取之後Copy 所以Copy在這裡 然後Copy到哪邊貼上呢 切回到查詢 結果 再把它貼上 所以這個應該每個動作 如果請各位自己再去註解一下 順便也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學習 一些VBA的 假設你有些程式不會寫 你也可以用錄製 然後再把你錄製的東西 貼到你要放的位置 程式裡面 也是可以Run 沒有問題 OK 另外如果說你要加一點東西 或減一點東西 也可以自己再把它修改一下 不是說完全不能動的 OK 好 那最後的話 你可以Run 清楚的話 看你要不要自己錄製 如果不自己錄製的話 也許你就自己寫可以 我記得我這邊是已經寫好了 清楚好像也是用錄製的 錄製的話就是 直接怎麼樣 游標放在A1 Ctrl-Ship向下 然後按Delete 把它錄下來就可以 剛才如果你不自己錄製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寫 怎麼寫 其實你只要把 Range A1 一直到 到它的最下面 A的1048576 最下面Ctrl向下 1048576 這個範圍都輕 或者說你選取的話 選取到有資料的地方 然後Clear Contents也可以 好 那把它再Run一下 你會發現它就開始跑了 結果就過來 也就幫我把剛剛的動作重做一遍 清除再做一遍 OK 不過你做完之後 你會發現 因為它是切過去 然後在這邊執行 一執行向下拉了之後 它畫面好像會有一點點什麼 好像有一點點什麼 有沒有卡在這裡 有沒有好像壞掉 畫面有沒有壞掉的樣子 那就有同學說 老師 這個怎麼辦 我說沒關係 不影響這個結果 可是它就說 這樣感覺不是很好 有沒有辦法 可以讓這個畫面 不要這樣子 好像卡住的那個感覺 就是這個可不可以改善一下 其實如果你要改善的話 非常簡單 就是說 它之所以會有這種卡住的狀況 是因為它畫面一直要更新 一直要切過去 可是它要換畫面的時候 然後它背後又要做康義福的動作 所以會兩邊衝突到了 所以你其實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可以把程式 裡面再加兩行程式就可以 什麼呢 就是叫Excel Excel是什麼? Application 這樣好像前面有講過 Application其實就指Excel 因為畫面更新 是由Excel去控制的 Application點什麼呢 畫面更新的話 就叫Screen Updating 你打S就可以了 Screen Updating 就是畫面要不要更新 你就把它改成False就可以 意思就是怎麼樣 畫面現在不要更新 反正你跑完之後 你再重新 記得最後一行把它改成什麼? Application點Updating 再把它改成要更新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把它關掉以後 所有東西都不更新了 那可能就會有一些怪怪的狀況發生 先關掉 再打開 其實就加這兩行 你看加兩行之後有沒有差別 我知情給各位看 剛剛會有畫面卡卡的樣子 現在會不會卡卡的 試一下給各位看 Application 其實不用特別背 其實就點一下 打一個S 你可能要寄個S就可以 Screen Updating 等於 它會有個開關 你就關 關掉就False 或者你輸入0也可以 我講過0就是False 或者你用選的False 最後記得把它打開 這有點像那個什麼 你們在修加以水電一樣 應該是總關關關會電到 一到也差不多意思 OK 好 這個做完之後有沒有差別 按下它 你會發現 它畫面已經不更新了 所以它只會在那邊捲捲 再一次 它這個時候就不會感覺卡卡的 為什麼? 因為它就不切過去 畫面那個部分就不更新 那這樣的話 好處就會稍微看起來流暢一點點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說 城市跑起來速度會比較快 為什麼? 因為它畫面會更新的話 它也會占用電腦CPU運算的速度 所以會 這個也是好 會快一些 我有試過 快多少 其實我沒有特別 因為已經夠快了 我就不特別 除非你的資料量更大的時候 我建議你先把畫面更新關掉 會跑得比較快一些 請各位試一下這個部分 那我有把這個相關的東西 把它放在我們雲端上面的第二頁的部分 那當然步驟你不見得完完全就照我的 我只是說大概這個整個流程是這樣子 然後建議最後自己再加上一些註解 為什麼? 因為你看就是原來是這樣寫的 最後的話如果要關閉畫面更新的話 就是這一行 OK 那當然最後同學會說 老師那如果用VBA寫的話 要怎麼寫? 其實答案就在這裡 只要寫1234行就搞定 OK 所以我跟各位講 VBA有些地方真的蠻簡單的 剛剛的動作 四行解決了 至於怎麼解決 待會再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不過我們踩漸進的 你一下子就是馬上就要登頂了 就像爬山一樣 如果你平常沒有爬山的人 突然就這樣爬個玉山 哇 那天啊 你可能還沒爬到一半 可能心臟就受不了了 OK 而且你可以先從比較好爬的 像台北市的象山 象山 象山好像也不是那麼好爬 反正你可以先從簡單一點的開始 OK 那路日聚集 其實未來當然 如果你會寫VBA的人 慢慢就不太會入字 不過 偶爾其實 如果你有些城市寫不出來的話 也路日聚集也可以得到一些參考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